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五一三矿泉水 我买的时候没注意啊 我只看到这个白色一个蓝色 不过五一三的矿泉水确实好 我现在发现很多同行啊 特别是会所的同行 他用的水都是五一三的矿泉水 说明我们五一三的水源保护质量还是非常到位的 好了话不多说 我们用什么茶来测评呢 就是用我店里的安吉白茶 因为如果想试一款水的好坏 最容易分辨的就是用绿茶 所有的绿茶都可以啊 其他乌龙茶的话不是特别的敏感 提现水的质量不是特别的明显 所以我们今天就用安吉白茶绿茶来试喝一下 同志们你们看一下这白茶漂不漂亮 安吉白茶漂不漂亮 只要六十元一挂六十元 首先准备两个盖碗 两个盖碗的大小是一样的 两边的头茶量也是一样的 都是三克 接着我们倒水 先倒入农夫山泉的矿泉水 先倒入左边这个矿泉水是农夫山泉的矿泉水 我们浸泡15秒 待会再倒茶汤 接着我们再倒入五一三矿泉水 烧水 同样浸泡15秒 出茶汤 哇 这两泡茶真的非常香 先喝一下农夫山泉矿泉水泡的茶 很柔 安吉白茶本质泡出来了 还是很甜的 很标准的味道 再喝一下五一三牌子泡的茶 嗯 有一点点 其实一样的 你要说细微有点区别的话 可能农夫山泉它更清甜一点吧 不知道它是原先在我的刻板印象里 就是农夫山泉有点甜的意思 还是它真的有点甜 我感觉两款茶泡出来的水差不多 那我就直接喝一下 我看一下能不能有什么区别 大口一点点喝 好喝 我们再喝一下农夫山泉的泡茶水 哎呀 农夫山泉的水确实有一点点甜 不知道它这个甜怎么说呢 是细微的有那么一点甜 确实比 比这五一三牌子有一点点的甜 两个牌子很接近 其实这两款水是没区别的 我个人觉得真的没区别 你要非要说哪一款好喝的话 我觉得我更喜欢农夫山泉泡的茶吧 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很爱茶 或者是泡比较好的茶的话 我建议可以稍微奢侈一点 这两种牌子都可以 如果是公共场所用的话 或者是你开店啊 或者是办公室用的话 没必要用这么好 因为这水还是挺贵的 对于过滤水 或者是普通的水来说还是挺贵的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你们可以在弹幕区 或者是评论区留言 说一下你们平时泡茶都用哪些水 拜拜 拜拜